随着某男级公司发律师函给知名APP广告跳过神器李跳跳后 李跳跳被迫宣布停更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李跳跳虽然停更了 但由于它是基于规则运行的 只要规则有人更新 那么跳过广告依然是可以的 然而在我深度研究了李跳跳和某些APP之后 我发现情况并不乐观 某些APP正通过一些高明的手段 趁着李跳跳停更 自主研发突破封锁 让你无论怎么编写李跳跳规则都没法跳过广告 李跳跳旗下有很多APP 被某大厂发函的实际上是李跳跳派大新 目前能找到的最新版是2.2 它借助安卓的无障碍功能 识别出广告然后帮你点掉关闭的按钮 广告可以是开屏广告 也可以是APP内部广告 大多数情况是可以去GitHub上 拷贝别人的编辑好的规则 导入后即可帮你点掉主流的APP广告 而在我研究这些规则的逻辑之后 我发现李跳跳如果停更 或者说不再强化底层规则引擎 很快 现有的李跳跳跳广告的功能可能会失效 为了照顾普通观众 我将以通俗的语言讲解下李跳跳 现有规则引擎的能力 安卓APP的界面 你可以理解为由N个乐高积木拼起来的 每个乐高积木都有一个名字和一个身份证号 名字可以是你看到的中文文字 比如广告 身份证号原则上应该和你现实中的身份证号一样 是唯一的 为啥我说是原则上 因为安卓没有规定 不唯一就不让运行 李跳跳是通过名字和身份证号 来识别哪个乐高积木是广告 然后再点击广告的关闭按钮 也就是说 李跳跳的规则 对广告的识别和点击 都需要准确且唯一的特征信息 一是准确 二是唯一 只要打破其中之一 李跳跳就不灵了 而我刚才说了 有些乐高积木并不守规矩 可能没有名字 或者身份证号频繁重复 那么李跳跳对于这些黑户 还有什么办法呢 那就是识别坐标 当识别到某个弹窗 符合某个预定坐标位置时 就帮你把它点掉 但这个坐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单纯通过坐标识别 有一些广告弹窗 可能和正常弹窗 是一个坐标 那么就会出现误识别 还有一点就是 很多滑动界面的广告 就没有办法通过坐标来锁定 因为你一旦滑动 坐标就变了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明白 李跳跳的局限性在哪了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新闻APP 很多APP会在正常文章中插广告 长得和正常文章很像 浏览过程中不小心就会上当 我打开Alt.js这个神器 分析下当前的页面 让我大惊眼镜 为了对抗李跳跳 居然用到了和我白眼APP一样的招数 熟悉我的老粉都知道 我曾经发过一个视频讲到 我的白眼APP 把山寨机的真实分辨率识别出来之后 山寨机系统通过文字替换的方式 强行替换成虚假分辨率直接掉包 为了防止山寨机系统实现文字替换 我将文字转换成图片显示出来 这样山寨机系统就没招了 而这个新闻APP也学到了这一招 我是为了对抗山寨机 而它是为了对抗李跳跳 它也是把文字转换成图片 这样李跳跳的规则 就识别不到这是广告了 除此之外 它的乐高积木的身份证号也动了手脚 可以看到每一条新闻和广告 都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关闭按钮 哪怕李跳跳识别出这是一条广告 压根没办法帮你点关闭 因为正常的文章边上也有关闭按钮 最重要的是 身份证号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样做任何类似李跳跳的APP 都没有办法帮你点跳过广告了 APP内的广告可以这样做 开屏广告一样可以这么做 比如没有身份证号 没有名字 位置来一个小范围随机 这么做不违反任何法规 但可以干趴李跳跳 作为普通用户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如果这个APP你非用不可 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使用Google Player版 或者是使用旧版本 重点是把国内软件商店的自动更新给关闭 任何规则更新的时效性和有效性都是滞后的 如果你真的是看不惯广告 倘若目前的规则是有效的 就不要随便更新APP 除了李跳跳 还有一个类似功能的开源APP叫搞快点 它的规则引擎比李跳跳更强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GitHub上下载来试试 但搞快点有一个缺陷 就是不支持全局规则 每个APP都要自己写规则 对于冷门APP 对于不会自己写规则的新手会不太友好 所以对于新手 我还是推荐李跳跳 最后 我想对某些大厂的程序员说句话 我知道你们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饭碗 但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 此时此刻 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因为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